2021年秋天 我们和他在网上北语的课堂里第一次见面 刚开始他的中文还不太好 但是现在他可以写出漂亮的说法 出出流利的中文 他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 我叫美环 我来自日本 现在就在加拿大 语言是了解文化和历史的关键 中文是一面非常难的语言 但是北京Languageculture University 让他学很容易 我被中国的古文字所寻 作为日本人 那些古文字代表着日本文化继续 通过那些古老的文字 我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 我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 Languageculture University 有多漂亮 和美惠一样 身处不同国度 却心系中文的海外学习者 通过网上北语相识相知 虽远隔天涯 却能共唱中文歌 共写中国字 共画中国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